股票的話 我是持有0050跟00646 債券的部分有沒有 還是一樣就是 679B就是美國公債20年的ETF 那今年呢 我坦白說我現在持有的債券的 債券ETF的比重 比起股票要多很多 幾乎就是事宜的比 因為我看準就是將來 如果債券降息的時候 我的債券會有一波的資本利等 那時候我再去轉成股票 哈囉 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余玲 上次貴的財報是陸續都出爐了 那怎麼樣找到資優生呢 他的獲利好又具備成長潛力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了 擅長財報分析的精算達人 他40歲才開始自學理財 10年的時間就讓他的存款翻了5倍 50歲就已經提早財富自由退休了 歡迎貴老子老師 各位觀眾好余玲玲你好 老師好一年不見 終於又見到老師了 老師我們記得你去年跟我們說 你的投資配置就是兩檔的ETF股在組合 是 我記得是00646跟00679B 那經過了一年是不是這些 有經過了哪些改變 我想就是去年有沒有 我不是只有00646啦 我們應該這樣講說 股票一組跟債券的 股票的ETF以及債券的ETF兩種 那股票的話我是只有0050跟00646 不是只有00646而已 但是那時候我想你可能記得00646是 我那時候才剛把美債的ETF有沒有 換成00646 對嘛 你那時候是這樣講 然後我們講說債券的部分有沒有 還是一樣就是 679B就是美國公債20年的ETF 那今年呢我坦白說我現在持有的債券 債券的ETF的比重比起股票要多很多 幾乎就是4億的比 也就是說有80%是在債券型ETF 20%在股票型 差很多 差很多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調節 為什麼 主要就是因為債券跌升到現在 從來沒有反彈 那股票呢它雖然是去年跌了 但是它後來有反彈一些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這兩條線你先不要看這是什麼 好 你要選哪一條 當然是上面啊 當然是紅色的對不對 因為它的報酬比較高 然後它的波動又比較少 其實下面這一條是EWT 其實台灣也有追蹤這個的ETF 就是富邦的0057 以及那個元大的006203 因為這兩檔是追蹤MSCI台灣指數 所以跟這個EWT是完全一樣 那它有沒有獲利 它當然有獲利 那個在這個20年當中 如果投資1萬元到現在 就變成52376元 喔 20年來 對 20年來 你知道它的年化報酬率是8.52% 那我們再看上面這個紅色的有沒有 那個是加了債券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下面那條藍色的 就是股票的ETF 對 上面的是股加債的ETF 而且股票加債的股票有沒有 是 是同一檔股票 那我們再講說 哪有可能 加了債券反而更高 對報酬剛剛講說只有股票的話是8.52% 對 那加了債券做一點財務槓桿的話 是變成9.78% 然後它的標準差 反而比單是光是股票還要低 光是股票的話它的標準差是22.43% 就把它風險分散了 風險降低 對 風險降低 我投資債券 加了債券之後 我的風險反而少一點 報酬還高 所以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要說 為什麼要股債配置 那不是比例應該55嗎 最好的比例55 那現在怎麼變成8.2% 8.2% 對不對 坦白說 我也是比較 稍微有一點小投機 我暫時的8.2% 因為我看準就是將來 如果債券降息的時候 我的債券會有一波的資本利得 那時候我再去轉成股票就好 對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當然也有人就講說 未必未來一定會降息 對 可能沒那麼快 對 沒那麼快 我倒不用太擔心 因為反正總會等到你一天 但是如果說真的沒有 那又怎麼樣 我靠著債券收息有沒有 也能夠讓我有不錯的獲利 對啊 就先領個席等價場 所以我只是暫時的8.2% 然後等降息之後 或者是說如果真的看起來 沒有什麼希望降息的話 有沒有 我還是會把它回復到55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因為這是一個最佳比例 老師那我們就知道 你剛剛講股債組合 目前都是債券8 然後股票2 然後股票就挑市值型的 像是0050那一種 那債券的ETF這麼多 我們要怎麼挑 怎麼樣挑到債券的ETF 可以有超額的報酬 或是可以鎖住它的高獲利 債券有分 我把它分成兩種 我們國人喜歡什麼 高收益債 對 這個我 這個最好不要去碰 你知道什麼叫高收益債 高收益債現在監管會不准說了 它是非投資等級債 也就是說它的信用平等 比較低 比較低 講白話一點就是 被倒債的機會比較大 對 我們把錢借給人家 我們最怕的就是什麼 被倒債 被倒債就是連息都收不到 是 就是你要人 你要人家的息 對 人家可是要你的本 對 你連本都拿不回來 人本都拿不回來 所以 我們講說要投資的話 把錢借給人家的話 你最好是投資 那個 用買那個投資等級債 這個是 哎呀我今天要來有沒有 早上 我早上才修正的 你看看 目前前面三檔 是不是都落在將近4.0 也就是說 美國公債有沒有 落在4 那A等級的落在多少 大概5.1上下 對不對 然後BBB等級的落在多少 將近6對不對 5.94 然後5.86一個是 6.01嘛 然後這個 這個叫值利率 表上有很多不同 種的債券 像美債20年 然後投資等級 A級 B級 像這個都適合買嗎 還是說哪一種 投資人適合買哪一種 完全適合 你都合適 B級也適合嗎 當然B級也適合 有人在講說 BBB等級有沒有 那個BB你也敢買 那個微率很高 搞清楚 違約率比較高 不是違約率很高 它是投資等級 然後再來 即便是投資等級的債券 即便是A等級的 有沒有機會可能違約 也是有一點點機會 也是有機會 一點點嘛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是買債券 買一檔的話 有沒有 雖然很低 但是不幸你碰到了 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買債券要怎麼買 對怎麼挑 你不要去買個別債券 所以現在有很多銀行有沒有 那個李專也在搶這個的生意 搶債券的生意 他發個別債券 我波音公司的債券 我波音公司好嘛對不對 殖利率也不錯嘛對不對 你就去買波音公司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當然波音很好 我們也不是要詛咒波音 但是那個矽谷銀行在倒閉之前 有誰也想到他會倒嘛對不對 一樣 那我們再講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很簡單嘛 我們就買債券型ETF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一籃子 都是好的債券 所以偶爾遇到幾檔違約 其實只會影響一點點 所以老師他會說這一張表上 基本上都可以買進 對 然後另外呢 我可以再講詳細一點 是 這個我想很多人他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存續期間 有 那存續期間很多人看來以為說 那是什麼 這不是還有多久到期嗎 回本的期間 不是回本的期間 不是 存續期間有沒有 它是叫做債券價格 對利率 對殖利率的敏感度 這什麼意思呢 我就教你一個很簡單的 如果存續期間是17 17.44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 將來殖利率每下降1% 你股票的 你那個債券的 這檔ETF 淨值就會漲17.44% 淨值等於是你的報酬率 如果殖利率每下降1% 你的那個價格就會 會往上漲17% 對 也就是說 對殖利率 明不敏感 那我們在講說 如果你想賺價差的人 如果你對價差比較有興趣 那你應該選什麼 存續期間長 是的 波動比較大 對 好聰明 那你如果說 我不希望它股價有沒有 價格波動太大 要配息 所以那你要選的是什麼 殖利率高一點 然後它的存續期間低一點 所以我就把這裡列了 第一個殖利率 這殖利率還是再強調一下 是到期殖利率 就是持有到期都有那麼多 然後這個是存續期間 所以債券ETF 不管是債券ETF 或者是個別債券 大概就看這兩個就足夠了 所以總結一下老師 剛剛是認為說 如果想要波動比較小的 投資人的話 可以選擇像是這種B等級債 BB等級債 因為殖利率比較高 但是存稅期間比較小 所以波動就會相對比較低 但如果你想要賺價差 波動比較大 只要挑這一種 17存稅期間比較高的這種 沒錯 債券ETF 是的 我們講說債券 債券你每一年能夠拿到多少利息 是不是確定的 對 那如果這一檔是25年起 就是說 我未來25年 我每一年會拿到多少利息 其實是確定的 對 然後再包括到期以後 本金會歸還 對 那也都是可確定的 對 所以債券的殖利率 它是用說 你現在用這個價格去買 然後持有到期 把利息以及本金 把它算進去 之後所得到一個年化報酬率 所以意思是什麼 如果我現在用這個價格去買 等於是我買到了未來25年的 本金加利息 所以等於是說 我用這個價格去買 這個殖利 我得到了這個殖利率 像比如說剛剛講PPP 你能夠有6%的殖利率 那等於是你持有到25年 你每一年都能夠有6%的殖利率 所以我才會講就是說 這個就是鎖利 有人會講 我為什麼要買20年了 我就買那個 我就存定存就好了 安穩了 好 如果明年 或者是後年 那個我們講 聯儲會 我們通膨過了 所以是不是又會降息 這時候你的定存 利率也會降下來 所以定存你只能鎖一年兩年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要買長天期 就是殖利率高的時候 我要買的是長天期 我能夠鎖住的現金流量 時間比較長 如果是利率是低檔 我當然是短天期 不要被低利率鎖住 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等於是說 現在為什麼 大家很多人在講說 現在是債券ETF 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就算是不降息 我領了6%的股息 也是比定存多很多 我們在講說 股票的殖利率 6%好不好 蠻好 都已經蠻好的對不對 然後你買債券ETF 6%的殖利是鎖住的 每一年都有的 你不用擔心明年會不會少 會不會又沒有配息 你都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因為現在市場上 還有另外一種的ETF 大家就是也都很行很喜歡 就是月配息的 像00878 00929這一種 老師怎麼看這種 月配息的ETF 它具有哪一些投資價值 如果我一個月有沒有 配1萬塊錢 跟一年配15萬 你到底要選年配還是月配 當然是要15萬的 是吧 所以就是說金額比較重要 大家喜歡月月配嘛 但我只是說 你不要用月月配這件事情來衡量 你應該在談就是說 我一年我的總配息是多少 如果你喜歡配息 應該是總配息是多少 我們反過來就是說 如果每一個月你能夠配1萬塊錢 然後一個是年配 它配10萬塊 我們當然是選那個月月配的 因為一個月11萬 一年我就拿到12萬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月月配不好 而是要看什麼 你一年的總配息是多少 我幫你做了一下整理 這裡有0056 0070173 我們就不能每次只講 878就是國泰的有沒有 0056 對 這個是所有的 高股ETF都在這上面 對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有沒有 你看它的那個 年配息率有沒有 最高的是什麼 00713 有11.6 很高 蠻高的嘛對不對 然後它的那個 夏普比率有沒有 也是最高 因為它是低波動 也就是說風險低 風險 報酬跟風險相處的結果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元大00713確實是最高的 如果說你買了一檔ETF也好 結果它配息比較高 可是呢它的股價呢 卻是往下跌的 這個也不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怎麼看 對這麼挑 要挑總報酬 我剛剛列出了那幾個高股息 然後你看他們的走勢 剛剛我們不是看713嗎 最高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你看它往後走 第一個就是就是713 對最高藍色那一條713 對然後再來才是第二個 才是731啦 就是黃色的黃色的那一個 那0056呢它只是排在 還排在稍微下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樣啦就是說 這一個什麼叫做總報酬 它已經把你的配息 再加上價差 全部已經把它包含在內了 所以它是還原價差的總報酬 而且呢它還甚至於把費用率 把它扣除掉了 這等於是說你在投資ETF的 最後結果了 實際拿到的 對那我們再講說 713很厲害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0050拿來跟713 再比較一下 00713跟0050哪個比較好 對 剛剛我們在談的是高股息 對不對 其實你看看 紅色的部分呢 其實是0050 藍色的是00713 對 那我們看到最後的結果有沒有 以目前確實是 它跟不相上下啦 幾乎一樣 但是在上漲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0050漲得比較多 對 也就是說0050它的波動 政府波動會比較大 但是它在動力有沒有 比較強 當然裡頭0050 有一檔台積電在裡頭 這一檔就已經勝過很多檔 對 講到這個我又要再講 像大家都喜歡那個配息高股 高配息的 對 我先聲明 高配息不錯 我沒有說它不好 但是市值型的 會比高配息的還要好 我常講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台積電好不好很好 問題那個都過去了 我們現在重要的是 下一檔台積電 對 在哪裡 誰是下一檔 那才是重要 對 我說誰是下一檔 如果你叫我猜有沒有 是哪一檔 我猜不出來 但是我一定可以抓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只要持有0050或006208 我只要持有台灣50指數的ETF 如果它像台積電那麼好 它是不是市值就會越來越高 然後就會轉到0050裡頭來 所以你等於是 只要持有0050 你在那邊守株待兔 第一名就自己會跑進來 老師那如果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比較看好0050 006208 00713 這一些 還有哪一些ETF 或是股票是你近期加碼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絕對不是我加碼 因為為什麼 我就講的很簡單 就是只有持有那兩種 剛剛講0073 還有大家現在很紅的 878 跟200923 那個好不好 也不錯 你只要長期持有 就一定有不錯的獲利 我還最近看了FB上面不知道有誰寫說 他持有00878 禁止是虧的 他一直在那邊猶豫 要不要賣 我說 如果你持有00878這一種 如果你現在禁止是負的 我告訴你你應該加碼 對 因為為什麼就是說 其實不管是00878也好 你只要高配息 也就是說 未來的配息是不是都很穩 應該是穩定的 那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價格越低 你去買 未來拿到的錢一樣 你現在買到的價格越低 是不是越有利 那我為什麼講說00878 你不用擔心它那個價格下降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講說 你如果買中華電 過去我們都在講 過去配息很多很好 就是常常 台達電過去26年年年配息 那都過去了 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訴我 它會不會往後26年年年配息 那才是重點 問題是你知道嗎 中華電你有把握嗎 也沒有把握 好 那怎麼辦 所以00878就是 我一次選最好的那30檔 對不對 然後只要有一點點它不好 我就把它換掉 而且是專家在幫你換 所以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不用擔心 對 買股票不是也是一樣嗎 我要買哪一檔 台積電很好 大家去買台積電 那為什麼很好 你去看看它的EPS 嚇人啊 對不對 每一年賺錢 講到台積電 我們講說財報 你知道台積電去年一年賺了多少 賺了一兆 我們的中央總預算也才2.2兆 賺了快一半 就是它賺太多錢了 所以它市值最高 所以剛剛在講就是說 哇這個沒有那麼複雜 我為什麼講說市值 市值代表獲利 市值高代表獲利高 所以那我就選了最高的前50名 不就好了嗎 老師那如果延續你剛剛講到的財報 現在財報基本上是陸續大家都公佈了嗎 是 怎麼樣去找出一些比較好的一些基優股 基優生 你是看哪一些指標可以確定它 可能成長潛力比較確定 這一季有沒有 是 要去挑就比較難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講說這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第一季有沒有 百分之90都是摔退 因為去年實在是大家都賺很多 我來之前我就把那個0050 市值前50名有沒有 我好不容易才挑到一檔有沒有 今年第一季 獲利成長 獲利成長的 然後我先講說是哪一檔 統一 統一喔 對 統一今年的第一季 比去年第一季還要好 你要真的是挑好股票有沒有 是 你不一定要去挑那些財報有沒有 你只要挑市值越高的有沒有 就好 尤其是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是 0050是不是每一季有沒有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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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一次嘛 對 也就是說如果本來不是 本來不是在50名之內的 被選上來 那個是不是就是他的市值往上跳 對 你好好的再去觀察那些 就剛進來的股票有沒有 是不是好股票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是說他跳進來就一定好 嗯 因為像去年就是那個航運三個 三個那個 因為他們當時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航運價格大調整 對 所以他跳進來 那我們進去一看 他過去的獲利都不好有沒有 當然這個就不是不好 所以不是說跳進來的就一定好 但是跳進來的有很大的幾率有沒有 他就他是成長的 所以從005年每一次新增的成分股 他調整後新增的成分股去挑 那如果這一檔我要去看他的什麼 獲利嗎 還是有哪些指標可以確認 他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EPS有沒有 是否成長 這個是一個最基礎的 EPS 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 那個華倫巴菲特不是最在意的 就是ROE嗎 我用權力報酬率其實就是 他的獲利的成長力道 他到底會成長 要多少 有多少 如果能夠有20%那是最好 負債比不要超過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一定要高於本期盡力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就是在檢驗你的本期盡力 你賺的錢是不是有轉成現金 進到我們的口袋 我常常在講這個 我找過很多不好的公司 曾經發生有所有問題的 像上次華索 就也曾經出現這個 現金流量有沒有 比那個本期盡力還低 我一看我那時候就發現 原來就是庫存卡 他的錢卡在庫存裡面 一檔股票他會出問題 周轉不良或者出什麼問題 都是卡在他的那個現金裡面 周轉不過來 所以現金流量表 是一個很重要 尤其是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所以說同整老師說的 可能老師會看的五大指標 就是獲利成長還有EPS 還有巴菲特愛的ROE 負債比標太高 最後就是營業活動現金流 要大於他的盡力 本期盡力 那我們就知道 如果透過這個方法 挑選出了好股票 可是時間也很重要 要怎麼樣挑時間進場 才可以有一個比較便宜的價格 如果你持有一檔股票 你認為它不錯 那你只要本益比有沒有 能夠落在15以下 本益比低於15倍以下 你成功的機率就大很多 但是還是一樣 你不要只持有一檔 因為沒有人那麼厲害 即便華倫巴菲特 也不是只有持有一檔 對不對 所以你稍微把你的分散 你都持有很好的 就等於是你自己在組合 組織你自己的ETF 老師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大家也想要問的 就是你投資10年就退休 這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不過現在主席總處 他就公佈說 可能平常我們這種勞工 年薪現在大概是67萬 可是有七成的人 幾乎七成的人都達不到 那可是如果我每個月月薪 就大概這麼一點點 我要怎麼樣去分配 然後提前準備我的退休金 又退休金我要準備多少才夠 很多人存不了錢 並不是說他沒有錢 而是他沒有規劃 還是那句話叫做富人方程式 富人方程式 大家都認為是什麼 我花剩的我才來存 而反過來應該是說我做規劃 我以這樣子的話 我花費要應該限制在多少 是合理的花費 然後我每一年 我每個月就可以存下多少錢 老師因為這個方向太大了 可以給我們小資族一個比較有紀律的方法嗎 例如說我可能月薪就5萬 我至少要多少你建議他要拿來存起來 或是投資 那我的退休金應該要用怎麼算 是用我現在的月薪嗎 去乘餘未來多少個月 有沒有一個你比較建議的方向 可以給大家參考 我個人是建議 是 我網站有很多工具 我網站上有很多工具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然後來幫我們做規劃 如果你要租房子 你的消費 你就把去年的帳單拿來 你大概花個時間算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我一年要花多少錢 這個時代已經有很好的工具 APP的工具 財務的APP工具 它也會提供你 你每個月應該花多少錢 而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規劃出來的 你能不能確實執行 我還是覺得紀律計畫 以及discipline 謝謝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所以可以聽得出來 如果是要存退休金的話 紀律是更重要的事 現在有很多網站或是APP 有一些方法可以讓你客製化自己的 一些退休金的計畫 這也要好好使用 然後也聽得出來 老師現在是比較重視在債券的ETF 它現在是8比2 就是債券跟股票是8比2 那最後老師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講 我想就是做好投資的紀律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還有風險不要害怕風險 風險是可以管理的 我想只要做好風險管理以及投資的紀律 我想投資 這是一個就會走得非常順遂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 我是余玲我們下次見 掰掰